以前呀,你们想吃那个麻到嘴皮跳的花椒鸡 还得跑到重庆铁山平来排队吃 现在好了,在家就可以自己做 干净又实惠 准备一只没耍个朋友的二土鸡 半只我怕不够吃 就先搞了一只砍成均匀点的小块放到盆里面 加入温水多清洗几遍洗出血水和杂质 然后控干水分,再把水分挤干 加葱姜,胡椒粉,盐巴,高度白酒 抓匀腌制十分钟 然后把葱结挑出来 再加少量生粉抓匀让鸡肉口感更嫩 做花椒鸡一定要选那种带有独特清香味的清小米辣 红小米椒少放几个调色即可 要不然容易烧心 斜刀切成马耳朵形状备用 锅里头放混合油味道会更香 花椒鸡又香又麻的关键是那个酒液鲜青花椒 放冰箱里头一年四季都可以用,方便得很 放油里面炸一下把花椒味炸出来捞出备用 鸡肉放下锅,炒到鸡肉水分 收干放姜蒜 干花椒,继续翻炒到表面微黄 加鸡精,盐巴,白糖提味 继续翻炒入味 加入小米椒 炸过油的青花椒 炒到小米椒断生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一道麻辣干香 让人又爱又恨麻到嘴皮会跳舞的花椒鸡就做好了 过年的餐桌上 还不知道怎么做的赶紧试试吧